大家好 我是陈希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验车湾X 那这一次呢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MPV 传奇M8大师 说到广汽传奇啊 这是一个在MP领域里面颇有建树的自主品牌 截止目前呢 它已经拥有了从传奇M6 M8大师 M8东师以及心理员E9所组织成的矩阵 那它涵盖了燃油版 混动版以及新闻源版等多种动力总成 那同时呢 也拥有了包括低档 中端以及高端的产品线 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带来的M8大师呢 它就是一款涵盖20万到25万价格曲线的一款 相对来说偏向于家用的一台MPV 当然你很多人可能会说啊 本来就可以去买宗师嘛 对不对 宗师要啥有啥 确实 但是宗师它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贵嘛 那么毕竟是作为家用车 大家还是希望它能够尽量的在便宜的基础上 能够获得更多的配置 那么今天 M8大师它来了 那么全新的M8大师啊 其实和整个的系列采用的是同样的设计语言 从轮廓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最大的变化呢 就是在它的隔山 它采用的是叫做月千光山的一个隔山设计语言 你可以看到啊 整个前脸看得非常的威武 一共有123456788条V字形的杜梗所组成的这样的进气隔山 它同时在内部呢 还通过一点小小的分割 你看看起来又是一个小小的V字形 那这样会显得非常的精致 那这种打造手法呢 其实你可以在很多的豪华车型也都可以看到 那么作为第二代产品啊 其实M8大师可以说是比较成熟以及内敛一点 那有什么可以代表它的时尚感呢 我想那必然是它的大灯 它的大灯设计语言叫做电异之眼 在启动的时候啊 都会有各种丰富的灯语来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 可以说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那尾灯呢 你就可以从之前的从系列产品上可以看出来是同样的设计风格 但你只要记住一点 240颗LED灯珠点亮 它就是帅 它就是出类把萃 新车的长宽高呢 是5212毫米 1893毫米 1823毫米 那轴距呢 达到了3070毫米 那么它的轴距呢 相比上一代产品又增加了70毫米 那么对车内的空间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改观吗 那我们就上车来看一下 走进车内你会发现啊 它的视野非常的开阔 而且会带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那是什么呢 它就是它采用了一种叫做天鹅之痒的设计语言 你可以看到从中复这部分 然后一直延伸延伸延伸到门板 它这样的一个走线啊 它形成了一个像张开的天鹅翅膀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手法 看着非常的赏心悦目 它一定程度上呢 也和你的车灯的电异之眼有一定的呼应 毕竟大家都是在翅膀的嘛 那它的座椅呢 提供了两种的配色 一种呢叫做月下紫径 也就是说深黑色的内饰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这边那个浅色的内饰 它的名字呢叫做罗马假日 重点呢是有两个配色 一个是橙色 然后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浅灰色 橙色呢 它的灵感是来自于罗马古城 它那个夕阳西沙时候的 有朦胧的美感 那这个浅灰色呢 则是罗马古神 它的石灰所呈现出来的色彩 所以说看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作为家用车来说 也是比较温馨的 仪表呢 它的尺寸呢是12.6英寸 它的中控的尺寸呢 从上一代产品的10.01英寸 升级到了14.6英寸 那芯片呢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8155 可以说它的整个的流畅度 还是完全没得说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给内部提供了非常多的APP 你想要用什么 那么就随便点击和下载就可以了 同时呢 它的语音系统也支持四音区的声控 也就是说 你不管坐在前排 还是坐在后排 你都可以通过语音来唤醒 激活许多的功能 那么来到后排啊 这可以说是一款MPV 当之无愧的重头戏了 那M8大师的第二排呢 它提供了480毫米的超长的手动滑管 那上一代的提供的手动滑轨 它的距离呢 是360毫米 那也就是说啊 可以给你的小腿这里啊 提供非常非常充足的空间 那我们接下来来操作一下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腿拖升起来之后啊 它一共可以啊 往前伸差不多75度 那么比上一代呢 提升了15度 同时呢 它的腿拖可以向前提升 差不多90毫米 可以说啊 你看这是 整个的姿势 是非常非常的惬意的 你看现在天外面的天气呢 是40度啊 我都有一点想要躺在里面休息了 当你把后排座椅放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啊 我二排还有一个专属的全景天窗 整个的采光和通透性 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坐在里面睡午觉啊 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那M8大师版的第三排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 你看我都可以翘好二郎腿了 你说它可以完完全全的 作为你家庭中的 常备座椅来使用 而且啊 M8大师的第三排呢 拥有同级唯一的 220毫米的发挥 同时它的靠背 也是可调的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 你觉得想要买 一台七座车的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还是买MPV吧 二排的座椅功能呢 能够通过扶手屏来实现 具备通风加热和10点按摩功能 非常非常的舒服 另外我还想和你聊两个小tips 那就是M8大师呢 提供了超腾的拉手 姚名上车拉上面 菜名上车拉下面 可以说家里的老人小孩 都可以轻轻松松的上下车 非常非常的有人性化 M8大师的后卫箱呢 它拥有1586升的超大容积 当然是要在你第三排座椅放倒的时候 那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 家用常备7座车来使用的话 那是不是会显得你的空间 储物空间不太够呢 确实也不是 你看在它下面 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一点小零碎 接下来这台车究竟开起来会怎么样 我们就上车再去试一下 那接下来啊 我们来把它给开起来 那M8大师呢 搭载的是2.0T高功率发动机 加爱琴8AT 它的马力呢 有252匹 扭矩输出呢 达到了400牛米 不过啊 这一个非常出色的输出 让我的感觉啊 就是它开起来 很顺啊 虽然参数很猛啊 但是呢 它发动机的输出调校 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柔的 你呢 可以很凶很凶的开 影子车手 加运动模式呢 能够带来非常畅快 淋漓的提速 不过嘛 这毕竟是一个MPV 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给家人服务 所以呢 追求极致的动力 并不是它的诉求 用平顺的提速 和精准的转向 把家人送到目的地 才是正途 它呢 掉头拐弯不笨重 影子车手呢 能够小幅根据你的操作 来实现 对发动机底盘的控制 让车辆更加贴近你的想法 润武器无声的提升 架控体验 我觉得吧 这就是一台MPV应有的素质 那么最后我来简单说一下 我对M8大师它的看法 我觉得它的产品力是非常强的 因为你想啊 它首先是在被动安全层面 除了其他的MPV 会标配的那些气囊之外 它还有一个3.2米的超长测气帘 有一个后风窗的气囊 同时呢 具备L2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在你挪车的时候呢 它还有540度全景影像 然后来帮你来避开那些 平时你视线看不到的障碍物 它的无风感空调呢 能够给你带来非常清新的空气啊 吹着特别是在这个大热天里面 吹着特别舒服 那它的画牌的空间呢 也表现挺好的 你想 而且有座椅加热通风 然后还有10点按摩功能 你在大热天的时候来睡个午觉 也是非常惬意的 同时呢 它还拥有可运动 可悠闲的驾驶的风格 我觉得它作为一台家用的MPV来说 非常的靠谱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保值率 要知道啊 传奇M8它的保值率 可以说是在当前的自主品牌 是妥妥的名列前茅 它的三年保值率 是80.01% 整个家族的销量 已经突破了25万台 非常非常的 非常任何度 非常非常的广啊 而且它已经 有在56个星期里面 都获得了自主品牌 豪华MPV的销量冠军 所以说啊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买一台 价格合适的 配置比较高的 家用的MPV 那么M8大师 就是不二之旋